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实习它是课程的一部分 我们可能会接触到高感染性的这些提议或是协议 不能够去要求说 就是完全跟一般的劳工一样 要去使用劳基法 它是一个教育部究竟是站在资方一边 还是保障劳工权一边的问题 身份不一样 你去跟劳动部讲也知道 因为它是实习 它不是打工 是实习不是打工 全生全年没有使用到学校的资源 甚至在医院提供劳务行为 我真的不了解 为什么我今天找钱去做杂工 然后我还要说 这就是制度的一环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说法 它同时也是 我们学校高等教育产业 越来越私有化 越来越以盈利为导向 下面才导致了种种的问题 反对无心实习 保障基本薪资 实习生减学备 实习生免杂备 教育部啊 政府啊 长年要推动这个 实习课程必修的这个制度下 不分科系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啊 毕业前都得要啊 投入到某个职场去 做实习的工作 但是啊 这个实习工作啊 往往是无心实习 而且啊 它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啊 沦为免费的基层劳力啊 没有上课 还要缴交全额的 将近全额的学杂费 2009年 22K方案就是教育部订出来的 它已经第一次 把我们大学毕业生的起薪 跌到22K 如今 它还扩大实习的趋势 不只是22K了 是0K了 关于 医事人员 实习生可能会面临到问 劳动的工作现场 那就是它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我们可能会接触到 高感染性的 这些 呃 体液或是血液 那也有可能会接触到 尖锐 尖锐物 增扎 刀扎 刀扎 这样子的问题 那我认为 在这样子的疑虑之下 实习实习生应该要纳入 应该要有就是老保的保障 那在发生问题的时候 他才有机会去 呃 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保险 替他的家人或他自己本身 呃 有这个保障的部分 在过去我们曾经就是来教育部要求过 希望这个 呃 呃 实习 所有医事实习生 都可以以就是 呃 强制纳保方式加入劳保 但教育部告诉我们的是 即便你们有劳动的事实 但是因为你们是学生 你们就不是劳工 那我认为这样子的说法是非常吊诡 而且也非常不公平的 那事实上 所有只要有劳动事实 有正在进行劳动业务的人 我们都应该要让他 有劳工的基本尊严 那些私立大学的学生 他们平常在外面打工 但是面临到实习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去医院实习 没有薪水理 而且可能还会面临 经济上面的压力 有些穷学 他们可能是住比较远 离医院比较远 然后医院也没有提供注射 他们必须要从家里 从早上五点 然后从家里出发 一直到医院 然后上一整天的班 正在时间的花费 都没有一些辅助他们 自从民国92年 修改了师资培育法之后 本来的实习教师 改为实习学生 之前在修改 之前他们是 需要具备大学毕业资格的 所以他们其实已经脱离了 大学学生的身份 实习教师改为实习学生之后 他们并没办法获得 学生应有的权利还有保障 而且还取消了 每个月8000块的实习津贴 改成无薪实习 如果是像一些运动组织 或社会组织 他有需要实习生的话 那么他就应该要担付起 这些实习生相关的 基本的劳动保障 跟比照他们原本 组织里面正值的同工同仇的概念 然后来计算 这位实习生 他应该得到的报酬 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砍入 叫小师姐 然后之前发这些事情 那那个是一个一门必修课 然后还有分成 现在目前我现在在网络组 然后上学期要报纸组 然后我们好新闻所有的警备 都给自己出 然后都必须要自费 然后学校没有给任何补贴 然后系组织给人最长的理由是 他们要印报纸需要多钱 然后学校组织给人多理由去堂塞 但他却没有顺势到我们 作为劳动者的那个角度 来给我们薪资保障这样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那是非常不合理的 为什么我会说 高等教育变成一个职业训练所 因为在我们看得到 去年推出的人力 教育部的人才培育白皮书里面 发生就是说 他里面一直提到说 就业力 就是说我们的学生 虽然有就业力 但是为什么要有就业力 都代表说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财团 一直不想要负担 那个职钱训练的责任 甚至说我们的教育 应该就是要特征资本利得税 让我们的教育 某些所谓缺口 有资方或是财团来承担 尤其是医疗院所 他在引力上 像医改会都有出一段报告 就是说像长河医院 去年获利173亿 但我们学校去年的财务报表 也有获利5到6亿左右 那其实现在的社会状况 就是资方无限时的 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实习生 剥削劳工 剥削青年的方式 在做自己的批评 那我们觉得这是非常不可学的事情 它可能会导致我们青年的职场 薪资持续的下滑 为什么 不但是实习生领不到公司 因为这群扩大的无薪劳力的存在 对于雇主而言 他也没有必要再花钱去请正职的人员了 不用再花钱去请一般的工作者 长久下来 不只实习生受害 广大的社会大众 广大的青年 都跟着连同受害 我的学系是口腔卫生学系 那这个职业呢 可能卫生师在欧美日韩 都有这样一个职业 那台湾现在还没有力吧 那这个职业的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是在于说 藉由一些预防保证的东西来介入牙科 去做一些预疗痕处置 但是我们的同学实习 一千二百个小时 十个月 礼拜 从周一到周五 早上八点半 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 在诊间做什么 在当牙筑 做的事情是收盘子 约诊 接待病人 我想请问 这个已经完全是背离一个 叫做学习的本质了吧 对不对 今天要谈性质 我们就来谈性质 这样是不是已经背离一个 学习的本质了 尤其是说 现在牙科助理 他不是一个 就是高中级毕业 就可以做应征的东西 我今天同样的内容 实习内容 我今天在 真说打工 我都可以学得到 那请问 为什么我要花了四十几万 然后去念一个大学 然后我来做 我来受这样子的高等教育 然后被堪称是学习的东西 去绑架我的劳动 就是教务部站在学校的立场 帮学校背书 为什么要这样子绑架青年劳力 为什么要这样子 之前好像有提起来成型 那这份我们已经请学校 做一个完整的说明 那到时候学校要完整说明 因为这个是属于学校官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考量 学生的权益已经受损了 当你们说我们会再处理 再介入 再了解的时候 学生的权益已经受损了 过去的东西回不来了 我们花费的时间 花费的几天 这些东西 请问教育部 或者是一些政府机关 有没有什么样的措施 什么样的意愿 因为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从去年8月就跟学校沟通到建栽 我们已经累了 我们真的累了 整个就有类似这样的情况 我们会做一个完整的一个 一个研究跟步骤以后 来跟学校跟还有学生来做说明跟沟通 谢谢 三年前林医师实习过劳死 教育部的回应也是像这样子 就是还要再配套在你 然后实习医师还是没有那如老几法 学生 如果说你们认为真的学生就是学生的话 我真的觉得不要 就性质而论 请教育部不要再去规避 学生具有劳工身份的事实 那学生费 因为学生去实习 大概就是说 它是课程的一部分 学生费大概 我们初步判断可能要交 但是杂费的部分 它可能包括一些学校的一些行政的一些费用 对不对 但是因为实习的一个时间的长短不一 那如果说是像您所描述的 它是一个整年几乎都不在学校的情况 那这部分我们会请学校说 是不是考虑应该要予以左减 那有些如果都是寒暑假的 它的情况就不一样 学费是由学校来收的 不是教育部来收的 我们审议是那个学校的 调长或是调检 那我想说这部分是因为跟课程有关 所以我让你了解这一点 好吧 谢谢 高一大因为他们将每年三十几位免费的实习生 不用请任何一名助理 不用请任何一名助理 他们难道不在工作吗 他们难道只是见习吗 绝对不是 你还允许他们被剥削 允许他们学校还再抽一手 抽全额的学费 然后你说杂费可以左减 左减五分之一 我觉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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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